秋意渐农您是不是也感受到早晚明显变凉了呢 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南部温差大 提醒您出门别忘了带件薄外套 而机车族顾敏族群以及老人家 最好要戴上口罩注意空污的问题 秋意渐农最近上下班时间 有不少民众明显感受到凉意 因为高压增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南部白天依旧暖热 但傍晚后气温降得快 出门别忘了带件薄外套 高雄地方呢 这个会在早晚呢 会感觉有一点点的凉意 那白天因为太阳升起来 有加温的效果 所以白天啊 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热热的啦 最高温度有可能感觉会在31到32度之间 但是整体来讲呢 温度是还蛮适宜的 未来一周高雄的天气稳定 气温大约落在24到30度间 但迎来秋冬季 除了注意适时增添衣物 因为空污扩散条件差 机车族 过敏族群及老年人都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有早晚温差大的时候 那冷热的变化 有时候鼻子有点适应不良 第二点是因为空污的关系呢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鼻子 可能会从鼻子啊 然后会影响到喉咙 所以这一方面啊 这个老人小孩啊 或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呢 都应该要特别在冬季的时候 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保暖 以及佩戴口罩 高雄气霜站主任表示 从高压范围来看 台湾离真正入冬 还要等一阵子 不过秋意渐农 提醒民众除了注意早晚温差 也可开始拿出换季衣服 准备摆脱高雄的酷了高温 记者有王思武 夏小星 高雄报导